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11日 已經是 星期一 今天恆子再跌 一度跌穿萬八點 不僅恆子跌穿萬八點 新鴻基一開始就跳水 列口低開10% 這件事其實是過往好笑的 我們這節想說一下人民幣 人民幣 基本上 是創了十幾年的新低 人民幣國際化 當然是成為笑話 但是國內經常炒作 人民幣 如何挑戰美元霸權地位 要去美元化等等 我們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說 去美元化 其實 是一個笑話來的 這個世界基本上 就不可以失去美金 其實《東方日報》也引述了這段文章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東方日報》 在經濟方面 相對沒有那麼五毛 如果說國際新聞 嚴格來說就是一對 不是紅衛兵那麼簡單 是一對義和團 但是他對於經濟的話題 經濟版和國際版好像不同的編輯 我們看到他也引述了一篇文章 他說聯儲局持續加息 帶動美元 保持強勢 對其他貨幣已經連升八個星期 創了九年以來最長的升浪 美匯指數也處於六個月以來的高位 早前吹得熱哄哄的去美元化 不但無實言 而人民幣積弱似乎鞏固了美元霸權的地位 外媒引述荷蘭國際集團 宏觀經濟研究社的主管 Britkins 美國經濟意外上行 即是 比坊間估計更加強勁 使得美國人更加有信心繼續消費 聯儲局也有更加大的動作 將利率維持在22年以來的高位 值錢壓制通脹 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總監 James說 有關美元衰敗的說法被誇大 美國經濟持續展現出非凡的實力 反而 歐洲和中國似乎陷入了衰退狀態 美國經濟軟著陸的機會越來越高 相反中國和歐洲經濟 烏雲密暴 自從7月中旬以來 美元對主要貨幣升值5% 其實 英鎊也跌得很厲害 前一陣子到了10.0 現在只跌了9.7多 跌了5% 歐元對美元貶值4.4% 人民幣對美元 期內跌了2.6% 跌穿7.3關口 這個是創了16年以來最低水平 報導引述美國銀行的報告指出 美國可以實現軟著落 但是歐元區似乎更加接近滯脹的情景 歐洲官方統計機構上個星期將20個歐元區國家 今年第2季GDP增長預期 由0.3%下調到0.1% 官方數據 顯示 德國7月份工業生產連續地三個月下降 對歐洲最大經濟體來說大陸一系列的困境 德國我們也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他的經濟 過分依賴大陸 所以大陸一無點 德國經濟也首當其衝 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嚴重的挑戰 包括消費下滑 房地產 危機加劇 以及出口低迷 美銀認為中國經濟疲弱 不僅造成人民幣貶正壓力 也使得其他區內的主要貨幣 以及包括歐元在內的貿易夥伴承受壓力 這個就是 其實是東方一般引述外媒的 不過 他的說法也沒有錯 因為現在 不僅想吹美金 跌不成 現在自己吹 自己衰 我們看到網易有篇文章 其實就是無情地嘲笑 去美元化 他甚至乎稱呼這些媒體 是一些無良的自媒體 吹噓去美元化 根本就是一個笑話 提醒 大家不要中計 他這樣說 美元作為 國際貨幣霸主的地位 一直受到很多國家的質疑和挑戰 近年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和人民幣的國際法進程 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探索去美元化的可能性 尋求降低對美元的依賴 並以多元化結算貨幣 其中巴西 被一些自媒體炒作為 將來會採取人民幣結算的國家 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 有篇文章是說大陸 白道的文章 就是巴西 和我國宣布 用本幣進行貿易結算 即可以用人民幣兌換雷亞爾 巴西貨幣雷亞爾 阿根廷也就是 披索 他說 兜開了美元 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有一大進步 我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 佔巴西進口總額的五分一以上 同時 我國也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場 佔巴西全部出口的三分一以上 去年中國和巴西的雙邊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 1505億美金 巴西宣布拋棄美元一天之後 他的前總統博爾索納羅就由美國回到巴西 這是一個危險訊號 這是一個 標準的親尾牌 是一個右派 要防止他趁機反動政變 這個是 勞拉3月份 沒有來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 巴西總統玩的就是明修斬道暗渡陳倉 一直以 患病為口 穩住國內的反動形勢 在說4月份的事 他當時說要訪問大陸 後來就推遲了 其實巴西在美國的大後方 拋棄了美元 當然 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首先巴西 從來沒有宣布過放棄美金 也沒有跟中國簽署 只是使用人民幣結算的協議 因為是沒有可能的 中國跟巴西簽署的 是建立人民幣的清算安排 意味著他有機會 在一些貿易之中就用人民幣 結算就不是全部 不是說不用美元 大家記得 巴西 當時得到這個100億 美金份額的人民幣 他即時將人民幣拋棄到市場 償還美國的外債 已經看得出 人們是不會放棄這個美金 而且 人民幣跟他 互換了之後 即時也會變回 因為他們真正要用的是美金 而人民幣 只是對你的貿易 反正我都要跟中國買些東西 那我就要換 巴西也算是這樣 因為你看巴西雷雅爾 近二十年來的走勢 其實 在四個多和五個多中央徘徊 沒試過跌穿五個半 也沒試過跌穿四個二 這個問題 我們看到 巴西的貨幣相對穩定 另一個國家 叫做阿根廷 這個國家就糟糕了 阿根廷的披索 最近 五年 貶值了99% 而中國 尤其是中國在2017年 跟阿根廷 也簽訂了 貨幣互換協議 每年有份額 可以換一千多億 人民幣 其實這千多億已經輸了 中共如果用一千多億人民幣 就是換這個 阿根廷的披索 現在的千多億只剩下10億 即是說虧了99% 中國是用那麼多錢 基本上就是一個傻子 一個冤大頭 用自己的錢 用自己的美元的貨幣 外匯儲備 去頂住人家那些垃圾國家的貨幣 所以 很多國家一看到中國說要跟你簽訂 貨幣互換協議 每個人都留在口水 你用人民幣 去貼別人 實際上人民幣現在就等於有美金支撐 所以人家當然願意跟你換 像沙特阿拉伯 好像阿聯酋一樣 全部都當作為你了 沙特阿拉伯 收到人民幣 即時在市場拋售 甚至乎 他們不要 這些人民幣在中國的黃金市場 掃現貨 把黃金運走 運回去沙特阿拉伯 這個就是殘酷的現實 究竟去美元化有沒有可能呢 實際上 現在暫時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去美元化 可以取代 因為 歐元曾經 曾經學時有挑戰美金的時刻 但是 很快歐元區也敗陣下來 歐元區以前很高位的 現在跌到 只剩下 只剩下 過多美金左右 對港幣 比美金高一點 之前試過 差不多 過二美金的 現在當然不行了 英鎊也一樣 英鎊最近大跌 也因為 美元實際太強勢 英鎊根本完全沒有可能挑戰到 最近還有 主要對美金的 除了人民幣之外 也有新的貨幣 歐元一個 英鎊一個 最重要的是日元 日元匯價也不斷創新低 原因就是美元 太強勢 現在的美金美匯指數 已經是升到一個 高位 我們看很多 做外匯的朋友也有跟我分析 美元指數看來要繼續向上突破 即是說意味 人民幣 是要繼續跌 而歐元 英鎊和日元也會繼續跌 現在日元對港幣只剩下5.3 我早幾個月去過日本的時候 當時 也是5.5 水平 現在再進一步跌 日元似乎要跌到5算 才有機會止跌 即是說美元的勢還可以升到幾個百分比 如果升了幾個百分比 人民幣 肯定會跌到一算 即是跟港幣是一對一 人民幣 要取代美金 當然是笑話 甚至乎 連去美元化也是一個笑話 因為全世界 沒有辦法 對美元 擺脫美元的強勢 除了習近平這些 好大喜功 又或者自己頭腦發熱 覺得有可能之外 實際上 大家都知道是沒有可能 當然 不單止是習近平 整個中共 不斷吹奏這件事都是一個笑話 現在連東方日報 其實都知道 根本你的笑話要寸步 沒有可能發生這件事 他成為笑病 也很正常 因為 完全不理智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現在我們 後面頻道的盈利 恢復了 有廣告 大家可以用六部曲 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當然我們也 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可以訂閱Patreon 謝謝 拜拜 拜拜